佛教徒可以参加军队吗 你可以做一个真理的战士 有一天一位军队的长官 他的名字叫做申浩 来到佛陀前请示 世尊哦 我是一个军人 我受国王之命 执行他的律法 并从事他的战争 你佛陀却教人对一切的苦难者 要有无限的慈悲 充满悲心和同情 你佛陀是否允许懒罚犯罪的人呢 你佛陀可以宣称为保护我们的家园 妻子 儿女 和财产而作战是错误的吗 你佛陀是教人自我完全投降吗 我应该受那些邪恶者折磨 做他们高兴做的事 并且屈服信从于他 让他以暴力威胁我吗 你佛陀是否主张所有的战争 包括正义之战都应该禁止呢 佛陀答复说 他是值得处罚的 就必须处罚他 他是值得多加关照的 就必须多加关照他 不要伤害一切的众生 一切以公平正义去处理 要充满慈与爱 这种告诫本身不是矛盾的 因为这个人受惩罚 是因为他的罪行 他遭受伤害之苦 不是由于仲裁者的邪恶意志 而是因为他自己犯下的恶行 是他自己的行为导致他受害 一个治安执行长官处罚人的时候 他的心中必须不怀有憎恨 当一个谋杀者致人于死的时候 谋杀者应该了解到 他应受的惩罚 是他自己行为的结果 他应该运用他的了解 不再悔恨他的命运 而来苦慰耐心 佛陀接着说 佛陀教导人类 所有互相杀害的交战是悲惨的 但是佛陀并未说 那些已经用尽一切的方法 避开冲突而仍然不得不捲入战争 以维持和平和秩序的人 是可救责的 为了生存必须奋斗 奋斗必然是免不了的 但是我们要确定 我们不是为了违反真理和公道 和违反正义的私利 在奋斗 那些为私利奋斗 而得到的伟大 权力 财富和明星的人 将不会得到好的业报 但是那些为和平和真理而奋斗的人 将会获得很大的囚报 他即使失败都是光荣的 一个人上战场 即使为了正义的原因 他都必须要准备 会被敌人所杀 因为死亡是战士们的命运 一旦失去生命 他都无理由去埋怨 假使他胜利了 他的成功将被视为伟大 但是不管怎样伟大 命运之轮是会再运转的 一切都还是会归于尘土 然而 假使他缓和自己 并抵除耐心的真恨 假使他降低 他想压伏敌人的心念 并且说 来吧 让我们和平共处做兄弟吧 如果这样做 他将会得到真正的胜利 这个就不是短暂的成功 而是永久的胜利果实了 神号 胜利是一种伟大 但是战胜自己就更伟大了 有关征服自己的教理 不是教人去破坏他人的生命 而是去保护他人 能够征服自己的人 将会比做自己奴隶的人 更能够生存 更容易成功 更能够获得胜利 人如果心中远离自我的幻觉 就能够在生命战场上 扰立不倒 人的意图 若是正义而公道的 他将不会遭到失败 他的事业会成功而持久 倘若他怀有真理的爱心 他将不会受苦 因为他无异于喝了不扭的泉水 所以勇敢而智慧地奋斗向前 你将能够成为一个真理的战士 战争和暴行是没有正义而言的 当我们宣战的时候 我们说自己是为正义而战 当他人宣战的时候 我们就说对方是不义的 那到底谁能够合理化战争 是为正义而战的呢? 狗咬狗和战争唯一不同的地方 仅仅在于前者是没有组织意义 是为正义而战争的 是为正义而战争的 是为正义的